极端气候加重了国内的水灾灾情 首都更是逢雨必灾 吉隆邦市政局将会播出6780万令吉 维修和提升排水系统 同时要求联邦政府加码5亿令吉 改善首都的防洪项目 洪涝的经济破坏不容忽视 例如上个月中旬爆发的东北季候风大水灾 单单是登家楼的农余业就损失将近5000万令吉 吉隆坡市政局今天提成2023年财政预算案 主题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和协共存 总额高达26亿04万令吉 比去年少了3.7% 行政开销就占了整份财案的三分之四 为了应对首都日益严峻的内涝 市政局特别播出6780万令吉 解决排水系统问题 当中的3940万令吉或将近六成的预算 都用作维修河流、水库、泵房以及大水沟 同时也会延续去年5月就展开的 吉隆坡防止闪电水灾行动计划 剩余的四成拨款或2840万令吉 将用作提升排水系统、蓄水工程 以及防灾工程 市政局也已经向联邦政府额外申请5亿令吉的防洪拨款 完善防灾工程 另外首都现有的5000个闭路电视 一直都协助当局有效监控水位和水灾灾情 当局不排除会按照情况安装更多闭路电视 说到水灾 登教楼农业在上个月中旬爆发的东北季后风水灾 就蒙受了大约4960万令吉的经济损失 多达3697名业者遭殃 登教楼行政议员拿督阿兹曼就表示 种植业损失最惨重 大批农夫亏损4000万令吉 多数是稻农 另外有361名渔夫和畜牧业者痛失620万令吉 州内所有政府机构将在这个月中旬整理最新的损失数据 并带到登州农业天灾基金会会议 采取进一步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